Yo 歡迎收看客家音樂 我是Bell Sun Lee 我們今天分享的是 咪先生的 赤愛動物 這首跟我們今天分的兩部分講 第一個部分呢 如果你是自己個人彈唱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呢 是屬於樂壇伴奏的部分 好 那第一個部分呢 那如果我們自己彈奏呢 我們會用什麼節奏呢 下 下 下 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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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物吉他如果你自己一個人彈唱的話 那和弦我們就用開封的三和弦 然後就照著鼓上去壓 然後就 F和弦 D-mi A-mi 然後這樣B 好 如果我們進到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呢 如果是樂團伴奏呢 那它就比較簡單 我們就用向下彈八下 一個小節彈八下 我們數拍的方式要數 1 & 2 & 3 & 4 & 一小節八下 數一拍兩下 OK 那我們使用彈奏的和弦呢 我們就會用power chord 我們來複習一下power chord 那power chord呢 我們主要的手指呢 就是十指 無名指 小拇指 這三隻去壓 那十指呢 就是這個和弦的根音的位置 無名指呢 就是這個和弦的五度音的位置 那小拇指呢 就是這個和弦八度音的位置 那我們如果 找找 我們來找找看 十指假設我們今天看了一個F和弦 那我F和弦呢 我們會走到第六弦的第一格 那我們就十指壓在第六弦第一格 那 記住power chord的形狀全部都會長一樣 不管是根音在第六弦 或是根音在第五弦上 那我們今天看 根音在第六弦 十指先找一個F的power chord 第六弦第一格 十指壓到之後 那無名指呢 通常呢 它的五度音呢 就會在它的右邊 兩格 向下一條選 所以就是在第五弦 你的第三格 小拇指呢 就會在無名指的正下方 永遠都會 power chord永遠都會保持這個形狀 然後聽起來就會很 聽起來就會這樣子 比較厚實的聲音 接下來D的power chord 我們更音來到第五弦的第五格 就在這個位置 一樣 十指 五度音 右邊兩格 向下一條選 小拇指在無名指的下方 這就是D的power chord 再來呢 Am Am剛好在第六弦的第五格的位置 十指指就在第六弦的第五格的位置 一樣 形狀貼上去 就會出現A的拋口 然後再來一個降B 降B呢 其實在隔壁 A 降B B 所以這個降B在這邊 降B在 第六弦第六格 它一個位置也是降B 在第五弦的第一格 所以優勢可以推測 所以優勢可以推測 第五弦的空弦 這個地方就是A的power chord 你可以自己去斟酌 要讓什麼位置的地方去彈 就是彈鋒上的弦弦 很棒 這是彈鋒上的弦弦很棒 《彈鋒上的弦弦》 好,那这个影片就分享到这 如果你觉得我影片对你有方式的话 欢迎来在第一个分享 我是游泽丽 我们下一次见